曾经有那么一款网游成为了无数玩家心中的经典游戏 承载了多少玩家的童年回忆 过去和同伴们一起挑战副本的日子 莫然挥手都依然清晰 而它的名字就叫做龙之谷Dragon S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2010年有一个游戏界的传说及线上多人神作横空出世 那就是由韩国开发团队Identity Games制作 Nexon公司发行的龙之谷游戏 游戏作为线上MMORPG 打破了当年多人线上游戏的印象 以第三人称动作玩法且全3D的画质 让许多玩家都感到新颖且非常喜爱 角色所使用的技能以及任何攻击 都必须由玩家亲自瞄准 操控角色闪避走位 比过去像魔兽世界这种线上游戏 有着截然不同的体验 成为了一款非常讲究操作技术的游戏 在龙之谷里游戏角色装备不佳 可以用实力操作来弥补 就算是神装大佬 只要操作不好也会被技术型玩家给击败 也就是这样的机制受到了大量玩家的欢迎 当时游戏公测的时候 已经有72万名玩家在线游玩的惊人成绩 只不过玩家们又知不知道 在过去中国伺服器的龙之谷 就有发生了许多的争议呢 甚至玩家的账号还遭到了官方给删除 今天玩家机密就来跟玩家们回味一下 龙之谷的3号事件 以及其他备受玩家讨论的争议事件啦 如果有遗漏或者是想要补充的玩家们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开始吧 龙之谷的故事讲述了 从前有一对姐妹阿尔泰亚和维斯提内 受到上神的命令必须创造世界 阿尔泰亚创造了秩序之龙和混沌之龙 接着又创造了世间万物 包括像是人类以及其他的森林 打造了一个美丽的世界 将其命名为阿尔特里亚 受到上神称赞的阿尔泰亚 让维斯提内感到嫉妒 尝试对阿尔泰亚下堕落之毒 因为种种的原因 堕落之毒最终侵害到了阿尔特里亚 人类开始出现贪婪与自私的想法 而引发战争 世界的构造也慢慢出现缺陷 最后导致混沌之龙的堕落 为了阻止混沌之龙 秩序之龙牺牲自己击杀了混沌之龙 接着他们的碎片也散漏到世界各地 从而出现了因秩序之龙而诞生的两名英雄 以及因混沌之龙而诞生的其他恶魔 在混沌之龙死去后 混沌并没有因此消散 而是还在大陆上作恶 而玩家将作为一名冒险者 开启自己的路途拯救阿尔特里亚大陆 游戏在推出之后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游戏的操作、画质以及玩法 就与当时他们发出的宣传片一样 有着精美可爱的画风 以及绚丽的技能 最重要的是动作上的操作 其精准需求度 更是让大家感到十分兴奋的原因之一 每一次魔兽攻击过来 我们都必须抓准时机进行防卫或者闪避 接着再反击了机制 让玩家们能够更加沉浸在游戏里面 战斗的紧张感更是透过荧幕传达给了玩家 时时刻刻都不能放松警戒 必须专心注意魔物的攻击起手知识 以采取对应的措施 游戏在正式推出之后 也当然受到玩家们的热烈回应 许多国外厂商 包括日本、美国的Nexon分行 NH&Japan公司 以及中国盛大公司等等 也开始向游戏争取国外的代理权 龙之谷在得到了中文的代理权限后 台湾的游戏举止公司也宣布 他们从盛大厂商那里 得到台港地区的代理 让更多的华人可以体验到这款 尺擦风云的作品 而来自中国的公司盛大 在得知游戏的潜力过后 于2010年9月公开将以9500万美金 收购龙之谷的开发团队 Identity Games 并全新为游戏提供更好的内容 以继续发展龙之谷 更是将双方的合作称之为一场婚礼 而盛大公司得到了龙之谷的代理权后 更是直接挑战当时腾讯代理的 地下诚语勇士DNF 直接推出只要DN不要F的口号 来尝试吸引更多的玩家 来加入龙之谷的游戏 之后龙之谷的中国游戏人数 更是青出于蓝 超过韩服的玩家人数 拥有百万人数同时上线的惊人成绩 但虽也没想到 如此有潜力的游戏 在不久之后与玩家发生了大量冲突 导致人数不停下滑 作为一个网络游戏 定期的更新保持流量是必要的行为 只是之后的那些更新 也在游戏上开始出现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在2010年10月的时候 有一个足以破坏游戏经济平衡的bug就出现了 当时在执行沉默的货船副本时 玩家可以通过游戏的bug 无视副本体力消耗限制 无限的重刷boss 并在短时间内得到庞大的经验值 当角色到达等级上线的时候 额外的经验值会换成金钱 这样的操作也让游戏里的经济失衡 胜大之后对那些使用bug的玩家 给予了50年的账号封禁处分 这样的决定让许多被封禁的玩家感到愤怒 也因此在社群上引起了一阵风波 结果没多久之后 龙之谷又出现了一个龙丹门事件 在游戏里有贩卖一个抽奖型的商品 即为龙丹 在打开龙丹之后 可以随机获得许多商品 而其中最让人瞩目的是 可以装备在角色身上的翅膀 结果有玩家就发现到 通过在完全打开龙丹之前 快速传送到别的地图上 不仅可以得到龙丹里的奖品 而且龙丹还完好无恙的 待在背包中 这个bug在社群中传开之后 就有许多玩家开始刷龙丹 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大量炫目的装备 让许多花钱购买龙丹的玩家 纷纷感到不公平 而在龙丹事件被圣大公司发现之后 他们也只是向全体玩家 发放道具来补偿 看似随便的处理方式 让大众感到不满 当然之后游戏也出现了许多bug 像是无限强化代码 滥用回归称号 无上限金币加成 以及无上限领取新手礼包等等 种种迹象 让龙之骨与玩家之间的问题 变得越来越大 更加让玩家们觉得精掉下巴的是 盛大在2013年8月发生的事情 游戏举止经营的台夫龙之骨 在2013年因为合约到期 且盛大公司没有继续跟游戏举止续约 因此港台的龙之骨 将于2013年的11月11日正式停运 且不会继承玩家们过去的角色资料 虽然游戏举止 有试图举办一些回馈补偿活动 但停运的消息 也就代表玩家精心栽培的角色 将会拱亏一拐 曾经为角色投入的时间和金钱 就这样覆水东流 血本无归 因此玩家也纷纷留言批评橘子公司 表示橘子没把玩家放在眼里 而盛大之后也将台港服的代理权 交给了另外一个合作公司 游戏新干线公司来运营 并且将游戏改名为新龙之骨 无缝接轨游戏橘子 代理的伺服器停运的那天 但他们依然没有选择转移玩家的资料 这也就代表老玩家必须得从零开始 而龙之骨的第二个生命也在这里展开 港台伺服器依然收获许多的玩家 但也因为这件事让龙之骨的游戏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黑历史 然而在2014年的时候 龙之骨为了维护伺服器的性能 打算删除长时间没有登录的游戏角色 超过180天没登录的玩家就会找到3号 这样的行为也令人发指 因为这样的操作让许多因为种种原因 没有办法玩游戏的玩家们 失去了多年来养成角色 有些游戏笔足及玩家 想要回锅的想法更是彻底磨灭 许多人兴之勃勃想要回锅时才发现 账号没了 也有玩家表示 游戏账号课金到达一定程度的话 可能会避免3号的危机 虽然官方并没有明说 但是这样的假说传了出去后 也让盛大的名声有了利益眼光的污点 遭到3号的玩家们更是心灰意冷 怒气冲天 直接放弃了 曾经投入了许多时间与金钱的神作 龙之谷也因此流失了大量的玩家人群 从而造成人气组间下滑 慢慢的被人处置 同时盛大在中国的发展 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刚刚说到 龙之谷发新的时候 盛大自信满满的挑战腾讯的地下城与勇士 结果在2015年的时候 盛大与腾讯的关系开始变得融洽 更是在2017年合作推出了龙之谷的手游 而且还得到了畅销第二名的成绩 在2019年的时候 盛大被浙江的组织收购 改名成了盛区游戏 再一次的进行大量散耗 让许多玩家都感到不可利欲 表示克了金也悲三 再次劝退大量玩家 一次又一次的抹杀着龙之谷的未来 在港台伺服器的新龙之谷推出之后 代理商由于无法继承旧版的角色资料 游戏新干线公司多次推出经验加成的活动 让重新游玩龙之谷的玩家 可以追上全球玩家等级的水平 在过后的几年里 游戏在游戏新干线公司的细心经营下 也慢慢重活人气 再次回到了大众的眼中 2019年8月的时候 游戏局址再次接下了新龙之谷的经营权限 而且这一次游戏里的资料也可以继承 让玩家们可以放心的 再次回到龙之谷的世界里尽情冒陷 虽然龙之谷现在已经回不去当年的光辉 随着游戏产业的不断进步 过去主打3D画质的龙之谷 也不再是独一无二 龙之谷现在也只能努力的拼搏 从而应对市场上的竞争 无可否认的是 龙之谷确实创造出了一个有趣刺激的玩法 并给予令玩家难以忘怀的时光 当年有朋友们一同斩药触摸的记忆 游戏中带给玩家的打击感等等 都是无法取代的过去 不知道玩家们又对于龙之谷这部作品 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 它是不是在过去给了你们无数难忘的回忆呢 不妨在下方留言分享哦 这里是玩家机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